他的名電視劇《插役難途》中,被賦予了更多的全奇色彩,現實中的他,確實拆挖了多起,震驚香港的綁架案和廠結案,尤其1996年,他不僅敢向香港的商業巨頭,李嘉誠的長子伸出黑手,還成功綁架了另一位香港富豪,憑借這兩起案件,張子強便獲得了數十億元的贖金,震驚了整個香港,每當人們提及張士強,都會不由自主感任到,他令人膽寒的自謀, 和狡猾的手段,然而更令人好奇的是,如此窮空極惡的江洋大道,警方一直自至不能將其抓捕跪案,然而這位江洋大道,之所以能夠屢次逃退警方的追捕,除了他個人的自謀和膽子之外,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,他背後有一個極其精明的軍師胡濟書,這位軍師如同張子強的影子,總是他最需要的時候出現,為他提供關鍵的情報和計劃,幫助他一次有一次的 淡化險為疑,但是張子強被捕之後,一直被信賴的胡濟書,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難以自信的決定,選擇了出賣張子強,以此換取自己的減刑,人們紛紛猜測,胡濟書為何會背叛自己兄弟呢? 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,當他重獲自由時,這位曾經的老狐狸,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一名大毒梟,這一切的背後,又隱藏著怎樣的真相同故事呢? 張子強從技時起,他就似乎被一股不安分的力量偶使,五六十年代,張子強一家懷取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,冒險偷渡至香港,然而生活的艱辛,願卻願非他們想像這個陌生的,成使他們並沒有找到穩定的收入來源。 一家人只能夠被迫從事最底層的工作,勉強擁持生計,他們居住香港所謂的貧民窟,劫責的街道破舊的房屋昏暗的燈光,無一筆透露著貧窮和絕望,黑社區的勢力如同一像模型的網,籠罩著這片歐域的上空,雖然,街頭看美時常傳來打斗星和慘叫星,但是張子強卻逐漸的認了這樣的環境,極力尋找生活中不一樣的刺激和冒險,他眼中閃落著狡猾的光芒, 總不羈的懸劣仿佛如生驅禮,這樣的環境中,張子強從世就已如目染,一步步接觸到黑社區的種種行徑,這些經歷,令到張子強心靈受到深深的衝擊, 個立心開始滋生了一股半逆的,渴望力量的情緒,於是張子強,開始模仿黑社區大哥的行為,學習他的現行舉止,甚至開始模仿他們的暴力手段,以至於警察局成為他第二個家, 仍然每一段的警告和教誨,都似是落水面上的石頭,激起短暫的漣漪之後便消失無蹤,無法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痕跡,隨著年齡增長,張子強的野性越乏難以循復, 他不再滿足於小打小鬧,而是開始尋找更加刺激更危險的挑戰,他逐漸聚集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,形成了一個專門從事綁架,勒索的犯罪團伙,這個團伙中,張子強憑藉著個人的膽子, 和狠辣的手段,迅速崛起,成為老大,其中胡濟書更是成為他的左膀右臂,胡濟書聰明絕頂,善於分析局勢和制定計劃,扮演著軍師,的角色每當張子強陷入困境,或者是計劃遭遇平頸的時候, 他們總能巧妙淡化險為疑,也使得張子強一次次逃避警察的追捕,張子強一個膽大包天的亡命之徒,他的眼中閃落著對金展同權力的渴望, 而胡濟書是一個深思陣密,自己百出的軍師,他的頭腦如同精密的儀器,能夠計算出每一次犯罪的完美路徑,他們的犯罪生涯中,幾次震驚全港的大案成為他們傑作。 1990年2月2日,張志強和他的同伙,一共五名蒙面歹徒,磁械衝入啟德機場的貨雲勾,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,一批從瑞士運往香港的,價值三千萬港幣的勞力士金表,他們精心的策劃,將機場的安保系統援龍於股像之間,掠奪了巨額的財富,但由於證據不足,案件一度陷入僵局。 1996年5月23日傍晚,香港首富李嘉誠的長子李澤,落班路上被綁架,案件令到全港震動,他們以此邀嚇李嘉誠,支付10億港幣的巨額贖金,最終他們如願意償,獲得了天文數字的犯罪金額。 之後,先將李澤,釋放拼消失得無影無蹤,事隔一年之後,1997年郭炳商深水彎道附近駕車,被張子強犯罪團火突然間攔截,拼實施綁架,國家最終呢,也是支付了6億港幣的贖金,郭炳商先得以安全回家,這些案件的背後,都少不了胡濟書的完美策劃,他深陰人性的弱點,從其中尋找突破口,拒拒仔細分析目標人物的性格習慣,行程等每一個細節,然後, 投制定出一系列精妙的計劃,使得張子強團火能夠準確擔把握,每一個細節,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,而張子強,就如同一個冷酷磨情的執行者,他的手段凶狠而且殘忍,令人不寒而慮,他們兩人的默契配合,令這個犯罪團火香港黑暗中,越乎猖狂,然而發網恢恢,疏而不漏,儘管他們曾經逍遙法外,但正義的審判中夠潰降臨,警方的枕默偵查之下, 他們的行動規律和成雲組織,被逐漸摸清,他們的罪行逐漸浮出水面,是由於這個團火行事級為謹慎,且手段狡猾,警方一直未能找到合適的機渠,進行抓捕,直到1998年,警方得到一條重要線索,張子強團火,計劃深圳進行一次大中交易, 大陸的警方即刻行動,調集了多支精乾警力,進行周密的部署和準備,當日,警方交易地點周圍設了多個監視點,嚴密監控張子強團火行動,當張子強團火乘運乘坐的出租車,進入警方視線的時候,警方迅速啟動了攔截行動,幾名特警罪運手持微型衝鋒撐,身着防彈衣,迅速攔截了出租車, 將張智強和胡濟書等團火主要成雲,制服並且帶上手舊,自此張智強團火全部落網,當時張智強犯罪團火的三十餘名成雲,深圳被一一擒懷的時候,可笑的是,張智強他還沉浸自我幻想之中,以為大陸的法律和香港無疑,他面對審訊時,始終保持著鐵石心牆的沉默,堅信著同伙門,他將他從法律的深淵中拯救出來,甚至幻想著出獄之後,依舊能夠逍遙法外, 不愧被判處死刑,將智強心中盤算住,無論如何都要任辦法回到香港受審時。 但是充足的證據,和團火成雲的口供之下,很快將智強和其團火的六名核心成雲,判處死刑,然而,與張智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濟書,他是一位經歷過風浪,深想世事的老江湖,這位大名鼎鼎的軍師二號人物胡濟書,並未列入死刑名單,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 張智強之所以如此快地掌握證據連,並且被判處死刑,全靠這個軍師的鼎力相助,胡濟書對大陸與香港的法律勾別,了如指掌,面對警方的審訊時,他深知大陸落網的危險性,因此他毫不猶豫淡選擇了配合警方,主動坦白,並且展現出了非凡的求生慾望。 胡濟書被重奏興,將自己的罪行輕描淡寫,反而將張智強的犯罪事實一一揭露,他向警方楊世淡描述了,張智強香港曾經的類類罪行,包括《闖結運炒車案綁架富豪案》,以及張智強背後的黑暗交易,他將這些罪行的債人,全部推到張智強一個人身上。 警方對胡濟書的印罪態度感到驚訝,他們猜不到這個犯罪團伙的二號人物,他如此輕易但放棄抵抗,而堅於胡濟書的積極配合,以及立功表現,警方決定對他重慶處理,更判處他十五年的有期徒刑。 他亦深知,大陸的監獄中只有表現出色,才有可能縮短刑期,因此他努力守監規,積極參與改造活動,贏得了獄警的認可。 最終,胡濟書獄中只留了十年就提前出獄,但是出獄後的胡濟書並非洗心革面,反而更加瘋,狂敢追逐著罪惡的狂歡。 近過一年,胡濟書便迫不及待感召集了張智強。 昔日的救部,自立為新的犯罪集團首領,堅於之前的失敗經驗,他不再涉足綁架的泥譚,而是將目光轉向左更為暴利,且隱蔽的毒品交易, 胡濟書心思枕密,開始經營自己的毒品販獄渠道,草無聲色的東南亞大陸香港之間,大批量販獄可卡因。 他們後來通過複雜的渠道,還將販毒網絡遍佈全球,兩年間變謀利高撻五千多萬。 然而,貪婪和狂妄最終令他走向滅亡。 大陸警方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力度,日益加大,深圳市公安局接到線索之後,迅速成立專案組,對胡濟書的販毒團伙,展開了長撻九個月的追蹤和調查,逐漸掌握了一系列的罪證,包括毒品交易紀錄,銀行轉帳憑證販毒工具等。 2010年4月,胡濟書的藏毒窩點被警方忽然,之後,經過數月的精心拆荷和緊密的合作,大陸警方終於等到了最佳時機,他們報下天羅地網,等待著胡濟書犯罪團伙的字頭羅網。 當時開報現場,胡濟書團伙的貨車,換換市入預訂的檢查暫時,警方立即展開行動,貨車被迅速包圍,警方以雷霆之勢,將貨車上的每一個犯罪分子一一制服,貨車的車廂內, 警方發現了驚人的收穫,約63.1公斤的毒品,其中包括了55.8公斤的可卡因,1.2公斤的陸安酮和6.1公斤的冰毒。 而胡濟書本人,也警方的嚴密追捕下磨處遁刑,最終被逮捕貴案,再次站法庭上的胡濟書,面對法律的財,判在都無法逃退,鐵證如山的情況下,胡濟書團伙的成混魔法抵賴自己的罪行。 最終接受了法律的制裁,2011年3月10日,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,對胡濟書判處死刑,無論犯罪分子如何狡猾和狂妄,都無法逃退法律的制裁,法律是公正的正義的,天平不愧偏向任何一方,胡濟書這個屢教不改的罪犯,終於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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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